很堅定,很堅硬,金刚字一样,你这个烦恼太多,能够论你的佛性,所以我们的良知良知,妙知会不能发现,烦恼虽间,菠萝质能够破,烦恼虽然很多很多,很坚的,就是很多,一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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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太多了,如果我们这个菠萝质,菠萝可以肚鱼吃,真正妙知会发现,你多少年底这些烦恼都可以钻破了,都可以击破了, 回复我们本来的这个妙知会,你应该如何去守抚这颗不安的心,老师说,你怎么去守抚这个不安的心呢,老师解释,以惭愧不足之心,来彻立自己,我们相互生心的方法,老师教给我们的,你惭愧不足,我们感觉很惭愧,对不起大家,对不起自己,对不起这本良心,这么惭愧的话呢,你就可以编撤, 你自己,第二,以淡泊少欲之心,来指你的贪心,我们都是贪如愿,每个人都是贪如愿,假使你拿贪功名利度的心,来贪这个功德,来贪半佛式,那就很好了, 我们这个,自己想一想分析一下,我们大家都是贪如愿,都是,好像贪如愿,贪凡物圣的心,太多太多了,那么真正贪,到场的佛式,贪度化众生的心,可以说是很少很少,我们应该淡泊少欲的心,来直住你的贪心,要淡泊了, 才可以直住你的贪心,第三,以延斥戒略之心,远去猪乐,我们严格的能够吃戒,守持我们一切的戒略,你才可以远去你的猪乐,一切的不好可以远离,第四,以镇静头脑,洋溢,洋溢,理智,我们要镇静, 心平气和,才可以对你理智有帮助,第五,以说辞文字,解决疑难,我们要说法,说法,多化众生,以文字般若来,尽量,经意求经,文字般若就说,说法,讲经说法,给大家,众生,解决疑难,第六,以广大的智慧,出其咪金, 我们要广大的智慧,度化众生,出其咪金,我们自己本身,要自己出其咪金才可以,第七,如何去荣猛精进,去大道,我们怎么样去荣猛精进,去修大道,第八,以轻财耗死之心,迫其吝啬,我们要轻财,或是钱了,看轻了,耗死, 就是说,我们有钱的话,尽量布施,给众生,给道场,我们就没有这个吝啬,道场之中,很,很少说是有好施的,就是说,财师,法师,无畏施,很好施,很少,都是吝啬,吝啬财师,吝啬法师,吝啬无畏施,都是很吝啬, 你们想对不对,你先说,无畏施吧,勺地,做饭,就不让人做,我们都不做,这都是吝啬,无畏施,你看那个赵哈,欧巴桑小姐,那不简单的,叫你们做个试试,你们谁做,谁谁做,忧心的签道,尽时吃现成人,都应该检讨啊, 千亏平,千亏平权,夫等平等,夫法平等,怎么我们签道都应该吃,我们都没有签道发现,我们拍谁拍谁,一天到我们甲工,开法会都是我们吃饭,我们签道,处理伙食船,你可以开法会,我们过半,没有一个去讲,没有一个建议,有吗, 习惠到,习惠到城,一天到我们跑累到这种程度,没有听一个签道建议,没有一个,奇怪,就好像人家签道珠坟,哄你们签道假,应该的,你说应该不应该, 夫法平等啊,男女平权的,我全部都应该,我都是替签道表示,这个怎么样,怎么样,不平, 表示不平,因为我是昆道,我很骄傲,我只是承认,当从给那个千道,那里点穿吃,平行,给了租宝,我就不甘愿,我说你也去做点啊,赶快, 对千人怎么伺候也没关系,平行,不是谁是应该,千道下厨房做饭给昆道吃,谁想这里又到了,所以我现在啊,要给你们拍个建议, 下次再开法会,签道火车团下厨房,昆道休息,起码昆道做两次,你们签道做一次,这才差不多,对不对,所以我们呢,就不能够吝啬,不能吝啬这个乌卫斯, 更不能够吝啬这个法师,法师什么,就是讲道,到时讲道,不讲,去不去,总是没有声, 拆思,一分钱也没有拿个道场,很多很多了,盖一个庙,一千多万,我们也没有拿了五千块, 我们三十三十四间庙,四十来间庙,插插帐,我们没有布施,都是人家,欧巴桑的布施, 所以其实啊,布施才有德,布施才有福啊,你真正布施, 拆思,法师,卫斯,上天给你清红双响,你看多了,这些欧巴桑, 清红双响,那都是布施得来的,没有他们这些拆思,我没有今天呢, 走南创围这么多的庙,天天半道花这么多的钱,从哪来的, 都是人家在佛巴桑的布施出来,所以他们现在身体健康,清红双响, 那么就是说啊,我们呢,这个不能够吝啬, 九,以慈之心,破除人热相,我们以慈悲心,不要招人热相, 你一点,我的,他的,谁的,都是到场的, 都有爱心,都要帮助别人,提拔别人,你才有德性, 十,以知心,忠告知心,免求进取,我们要知心, 要勉励自己往前去进步, 二,生活于茫茫人海中,如何去把握方向, 以既有安定的心,就有安定的方向, 我们先要求安定,决定这样子, 我这一生,这一世,我选择这个目标是这样子, 这个路是这样子,错也是对, 你看日本人精神,几分朗,民族个性,民族精神, 他开始选择一个信仰, 开始他不是随便信, 要善思考虑, 真是慎思明辨, 然后,他信赏这个信仰了, 他崇拜这个领导了, 再有什么人讲坏话, 他也不相信, 这个领导是错的话,我也跟他, 他认为我选择是对的,没有错, 假设我厉害他的话, 我认为我没有眼光, 还是我不对, 所以日本人的精神, 我们遇见的这几个人都是这样, 所以现在我到日本去很高兴, 我也很喜欢他们, 好像这种感情, 虽然言语不通,感情很密切, 很了解他们, 是令心的,真是可取, 甚至于使我都感激他们, 对我这么样的关心, 这么样的照顾, 常常来台湾看我们, 常常请我们, 这点是很难得, 那么就是说, 我们有安定的心, 这样这样子, 不能三心二意了, 二, 利心八德, 思革天心, 思用四物, 一直称, 一直, 一直贪吃, 一直贪吃, 我们做的讲师啊, 更要利心八德, 孝敬你中心, 离一连迟, 这容易心智来, 不要讲别的, 我们今天年轻这一代, 年轻这一辈, 孝顺父母, 我们都没有做到, 你不, 忏悔班, 你可以检讨, 孝顺父母, 我们都没有做到, 你妈妈有病, 都不值得看他, 爸爸穿得破破烂, 那你就不给他做一件西装, 我们穿得这么漂亮, 要是孝顺吗, 对不对, 对, 我们人不要遗憾, 一辈子不要做遗憾事, 都要对得起, 妈妈有病了, 爸爸有病了, 我们进那去看他, 姜汤, 煎汤, 挠药去照顾他, 就是父母死了, 哎呀, 我安心了, 我已经对你尽孝了, 假设你不去做, 将有这么些, 你后悔一辈子, 没办法弥补, 所以我们要八德俱备, 思格天心, 还要思中事物, 植住你的贪心, 你的痴心, 第二, 如何去创造自己的生命, 我们怎么创造这个生命, 我们自己的生命, 自己创造, 自己的慧命, 也要自己创造, 你耽误生命是几十年, 你耽误慧命是永久的, 我们要有智慧要辨别, 不要因为生命, 就耽误慧命, 第四, 如何去开拓自己的理想, 我们人都有理想, 什么理想啊, 开风颤道, 我要想度几个人, 我要想带多个人, 这是你的理想, 你理想的话, 你要认识, 下定决心, 你去开拓去, 你去开风颤道去, 道是大家的, 你去开心, 谁拦不住你啊, 第五, 如何去为人类做无限的贡献, 我们怎么样去做, 做人类的无限的贡献, 这个贡献是, 可以说无限量, 你天天贡献, 贡献不完, 你心, 口, 身, 一辈子, 能够众圣清凡, 完全贡献众生身上, 怎么样, 众生得了你的福气, 得了你的照顾, 这叫怎么样, 将来老天会照顾你, 你照顾一百个人, 回来, 不但一百个人照顾你, 那波则天心, 老天照顾你, 比千千万万的照顾人还好, 所以我们要照顾大家, 那么老天就会照顾你, 这就是无限量的奉献给大家, 老师最后叮咛, 望你们要有足够的勇气, 冲破一切外来的打扰, 要有足够的定力, 希望你们, 希望你们是让老师最放心的一群, 也是大家共同勉励, 共同追求理想的一程, 也是互助互爱的一群, 彼此容纳忍耐, 就能处得很快乐, 体天心为己心, 此心忠于老天, 虽别人不了解, 然老天了解, 为时了解, 托儿们尊重此去的道路, 这老师祖父我们弟子的话, 这个是老师讲的话, 就是对的, 我们半道得有智人容俱备, 这个智人容三大德缺一不可, 我们做讲师的, 标准讲师要俱备三大德, 智者不贺, 忍者不忧, 容者不拒, 你每天要兴这个三大德, 你这个人总是冲冲冲, 你冲冲冲地冲破一切, 一切打不住, 控制不了你, 这个力量可大, 智人容三德具备者, 千万万考也打扰不了你, 你可以冲了, 一直冲, 没有问题, 还是你成功, 所以老师讲这些话, 就是勉励我们大家, 要通行通德, 我们好好追求个人的理想, 我们具备的条件, 与我们的目标, 我们要认清楚, 老天不会辜负人, 你们要了解, 道是真的, 离是真的, 天明是真的, 只要你真心办道, 老天给你是真的, 你是假心办道, 老天是给你假的, 就是因果, 以真欢真, 以假欢假, 人可以辜负人, 可以不了解你, 老天是最公平的, 最了解你, 是不会辜负任何人的, 就是我个人的经验, 是决定辑不了的, 那么现在, 今天, 今天我们定一场给你讲这个, 就是谈主讲师的责任, 那么现在, 再由, 谈点, 谈老书学说, 下个人应该, 谈老给你们讲一个题目, 因为这次我们各位前人合办, 都是列为助理, 老前人为主办, 我们这两天, 我们不能够, 我们也不能够随便, 也不能够自由, 你们大权主办, 跟自己主办的话, 还要重视, 还要负责任, 好了, 现在我们全期站, 跟你们讲, 敬礼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